高雄市美术推广截然会展出新存在主义首部曲 高雄市美术推广截然会是一个结合众多艺术创作家的团体 每年都举办大型连展 让会员们彼此交流 在现任理事长的推动下 今年在各地也举办过数次连展 宪政于高雄文化中心至上馆展出 开展当天 艺术家们踊跃出席 场面热闹 我们这个高雄美术推广截然会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画作里面能够呈现一种爱的能量 在我们的画作里面能够呈现真善美的一种情境 来带领 净化我们的心灵 我们今年的题目是新存在主义首部曲 南岛交响 也就是立足本土 从南岛开始去发掘生命的意义 生存的意义 那在我们这个南岛交响呢 我们结合音乐跟美术 尤其下午中午有古运僧乐团的开场 那把视觉的响宴跟听觉的响宴结合在一块 高雄市捷人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协会 它成立才两年 会员非常众多 而且理事长王以亮教授他也领导的非常棒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在这里共同做展览 我们主持嘉许 这个捷人会是高雄新兴的一个会 但是他表现非常的杰出 像这一幅画 就是柯子云小姐 台湾艺术研究院的秘书长所画的 这一幅画在台湾美展也得过奖 那我的作品是在我的左手方这一个 是我最新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呢 是Jostover 是俄罗斯的一个国宝级的画风 然后在俄罗斯的风格里面 它有三大类 那这是其中一个相当受欢迎的Jostover 美术推广捷人会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文化中心所举办的一次展出 第一次呢 也是非常的圆满成功 而这一次呢 又能够更上一层 因为这一次我们邀约了 就是国外一些艺术家的收藏展 同时以及一些顾问团队们 还有优秀的会员们的联展 在这段时间和杰仁会的艺术家们 一起联合的展览和大家一起切磋 这次我展出的作品《雍容华贵》 在作品里面可以看出在国内 包括在国外都能够发扬我们中国文化 在水墨上特殊的地位 高雄市美术推广捷人会 集结了众多艺术家 成为此社团的一大特色 展出作品多样而丰富 而且有一定的水准 宪政于高雄文化中心至上馆展出 欢迎大众前往欣赏 法界新闻无用曲高雄采访报道